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演赵金脉 Light随手站来到了美丽的椰城海口 与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大学的上千同学热情交流 诺演现场不仅有首次曝光的精彩片段 让同学们大过眼影 主创还和同学们互动 分享了影片拍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讲述了大家坚持做中国科幻的倔强态度 引发同学们的振振掌声 电影《流浪地球》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精彩片段首度曝光全场学生 大呼一流未尽主创 分享拍摄初中刘慈欣称影片充满志 赶落眼现场播放了影片预告片 其制作特辑 介绍了中国自己的科幻电影诞生的背后故事 想象中的场景 从无断有成为现实每一个大剧都经过精心设计 现场主创们还为同学们准备了独家大餐播放的一段 从未公布过的精彩片段 引全场学生大呼一流未见入眼 第一场去到了海南师范大学 主创的到来 引发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刘慈欣老师的出现 收获一票粉丝欢呼 现场主创们分享了参与中国科幻的感受刘慈欣老师之言 科幻电影要真正让人觉得很震撼 不是你把它拍得多像科幻电影 而是把它拍成一个宏大的历史片 充满沧桑感和厚重感 我觉得流浪地球在这方面 做得很好 影片呈现出一种质感 郭帆导演也表示 拍摄科幻电影的最大难度 在于要让影像没有违格感 因为这个过程没有参照 每个人看到蚊子后的想象都不同 蚊子转化到影像 这个过程需要严谨 真实 他也介绍到影片的世界观建立和剧本创作 就用了两年多时间 整个影片拍摄历时四年多 恰好和大家四年读书时间一样长 郭帆导演回母校 分享绝匠是成年的节点主创 分享绝匠经历 全场学生手写绝匠故事 第二场主创见面 去到了郭帆导演的母校海南大学 令大家惊讶的是 郭帆导演竟然是法律系出身 面对直系学弟 关于跨专业选择的提问 郭帆导演回答道 我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离电影 很远但我喜欢电影 所以大一中旬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了摄影机 拍摄了人生第一支短片 我觉得 这其实也是一种倔强倔强 是让我们真正成年的一个节点 那个节点 就是当你决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时 并且知道你会为此付出什么 得到什么 你还在坚持的那一刻 倔强也是影片中蕴含的情感 录音活动现场 众主创 分享了自己的绝强故事 由慈欣老师讲述道 我的绝强 是希望 能够在传统硬科幻的灵头上 作为最后一批坚守者 影片中 饰演高中生韩多多的赵金麦泽表示 自己的角色有一些小天真 小叛逆 最后变得特别无感 我的绝强是不希望自己 被限定在固定的角色里 而饰演中卖和资角色 Tim White随开起了导演的玩笑 我的绝强 就是不管导演怎么嫌弃 我绝对不离开 但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他还透露了自己的角色 说到科幻电影 大家肯定觉得会有些严肃 但我饰演的角色 很就慕我的影片中 是考校担当 活动现场同学们 也积极参与我和我的绝强话题好动 分享自己的绝强故事 一位女学生告诉楚创 高中毕业后努力考 想学习向往的电影专业 但最终没能如愿 不过从未想过放弃 要继续朝着梦想 努力未来毕业后 也会加油考研学习 自己想学的电影管理专业 郭帆导演听后大为感慨 给予最大鼓励 并祝福他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电影《流浪地球》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 登峰国际和郭帆导演工作室出品 由过电影有限公司 中清新影官化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 新疆华夏天山电影院 现有限责任公司 朝风影业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和北京自由库经影业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片根据刘慈欣 同名科幻小说改编 由国藩导演指导 如今特别出演 曲楚肖 李光杰 胡梦娅 赵金脉领衔出演 White C 曲晶晶 张艺迟 杨浩宇 李红尘 杨毅 江志刚 张欢等主演 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人类 即将踏上征程 开启流浪地球计划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ohn s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